设计这园区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要在这里能够遇见耶稣 所以我们这整个园区的名字叫做 Meet Me 遇见耶稣 是耶稣在表达 那所以 我们在想说 在这里是一个人跟人互动的地方 也就是一个family 一个家庭 那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圣经的最主轴 就是回家 整个故事 整本圣经在谈的就是一个回家的故事 那找到了耶稣也就找到了甜蜜 所以我们的秘密是找到甜蜜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如果预想从天空看起来是一个F 因为我们的名字叫Fight K Fight for Kingdom 那这也是我们教会的名字 Fight K Fight for Kingdom 为着上帝的国而打拼 为着这个高雄 Kindom and Galchon Fight for Kingdom 我们从一路这样走过来 这两年的一个建堂的过程当中 很奇妙的 我们也从来都没有欠过钱 每一笔工程款 那天父每一个月 会按时的供应我们 也没有多也没有少 就是这么的有趣 因为我相信我们最大的资源是天赋 而不是银行有多少钱 那也因为什么东西 银行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我们当然也要思考如何就地取材 如何善用现有的资源来开始往前走 我们这个整个园区当中 我们就有配置给不同的年龄层需要的 那就像我们有一个Kids Heaven是给孩子的 在那里我们平常礼拜六的早上 我们有这个主日学 那里就是孩子 那包含现在的我们的教育也在那里来运作 那我们有咖啡 喝咖啡的地方 喝茶的地方 那什么年龄层都可以 我们还有个武力工厂 让年轻人跳舞的地方 我们来到5K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到目前大概就是两年九个月 那从一开始700的人 然后到现在我们已经3000多人 那不只在我们高雄的5K 我们在台中5K也开始了 台中5K有200多人 那我们10月也即将要到台北 OK我们也租借了一个这个电影院 所以我们在这两年九个月当中 到了下个月就十个月 我们也会开展到高雄台中台北 有三个聚会点 然后也就3000多人 目前的人数的成长是这样子 我们下期待会认为能力这些电影呢 我们下期待会认为能力的发展 我们下期待会认为能力的光 我们下期待会认为能力的一切 我们下期待会认为能力的一切